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迪卡尔》 1650年2月 正值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最寒冷的冬季 在一栋豪华公寓里 一个瘦骨灵蕴脸色惨白的人喘着粗气 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就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迪卡尔 就在几个月前 迪卡尔受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 来做他的私人教师 但让迪卡尔万万没想到的是 年轻又精力旺盛的克里斯蒂娜 特别喜欢在凌晨四五点听哲学课 这可要了迪卡尔的命了 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 再加上斯德哥尔摩清晨极其寒冷的天气 迪卡尔很快患上了严重的肺炎 最终没能挨过寒冬 54岁时就客死他乡 迪卡尔41岁才开始出版自己的著作 到他去世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 他却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令人瞩目的哲学家 他的哲学思想几乎影响了之后的每一位哲学家 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 他创立的解析几何 更是推动数学进步的重要工具 除此之外 他还广泛涉猎了物理学 医学等众多领域 对牛顿等许多近代科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成为现代科学公认的鼻祖之一 那么迪卡尔都有哪些影响世界的思想 他们又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认知的 在他的辉煌成就的背后 又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迪卡尔 就将带你全面了解这位 十七世纪伟大人物的一生 本书作者汤姆索雷尔 是英国博明汉大学哲学神学与宗教学院教授 国际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他对宗教哲学以及近代哲学的起源 都有深入的研究 在这本书中 他对迪卡尔的生平和思想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好 下面我们就先从迪卡尔的生平讲起 前面我们讲到 早起加上寒冷的天气 夺去了迪卡尔的生命 其实这个隐患 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1596年 迪卡尔出生在法国西北部 图赖那省 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 他的母亲生下他不久便去世了 迪卡尔是个早产儿 天生就体弱多病 所以在他小的时候 就被特许早上可以赖床 他经常待在被窝里 直到中午11点才起床 晚起这个习惯 也伴随了他一生 不过迪卡尔在被窝里 可不是蒙头睡大觉的 他不是在看书 就是在思考 在迪卡尔十岁时 他被父亲送进了 拉夫来石工学 这是当时法国最好的教会学校 在整个欧洲都很出名 因为父亲希望他将来 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神学家 在学校里 尽管迪卡尔成绩优秀 但他很反感学校教授的一些内容 比如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学校教授的 旨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哲学 一方面经院哲学 要求人们熟记 并绝对相信宗教信条 不需要任何思考 也不容有任何怀疑 另一方面 即便是思辨 内容也相当无聊 比如讨论一个针尖上 能占几个天使这样的问题 虽说有一些 让人难以忍受的课程 但是八年的学习 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在学校里 迪卡尔系统扎实地 学习了数学 物理等课程 这对他未来的研究 有很大的帮助 毕业以后 18岁的迪卡尔 没有像父亲期望的那样 进入宗教界 而是选择行万里路 他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先后游历了 荷兰 丹麦 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 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 他漫游欧洲各国 可不单纯是为了玩 他把旅行 看成拆除固有观念 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 除此之外 他还见证了许多历史性时刻 比如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时候 迪卡尔参加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费迪南二世的加冕礼 再比如 他曾短暂参军 1618年 欧洲发生了30年战争 这是一场 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 演变而成的一次 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 也是历史上 第一次全欧洲大战 因长达30年而得名 战争爆发之际 22岁的迪卡尔 加入荷兰莫里斯亲王的军队 后来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 很快离开了 在游历的过程中 迪卡尔也结交了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比如他在荷兰的时候 遇到了比他年长8岁的医生 埃萨克·贝克曼 贝克曼知识渊博 在哲学和科学领域 都很有建树 他对年轻的迪卡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分别之后 他们还长期保持着通信 在哲学、数学、医学等 诸多领域 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 当然 这十余年时间 迪卡尔也一直在思考 甚至连做梦都没有停止 1619年 23岁的迪卡尔 在日记里 记录了他做的三个梦 在其中一个梦里 一个陌生人 给了他一首诗和几本书 诗的开头是 是与否 迪卡尔把它看作是 真理与谬物的象征 他梦到的其中一本书 是百科全书 迪卡尔把它解读为 众多知识的统一 在迪卡尔看来 梦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就是让他用一生 去寻找真理 摒弃谬物 并认清 众多知识背后的真相 1628年 32岁的迪卡尔 决定结束游历生活 定居荷兰乌特勒芝 开始著书立说 他之所以选择在荷兰定居 是因为17世纪 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 不仅商业发达 且大学众多 是欧洲学术相对宽松的国度 他把父亲分给他的财产变卖了 因此有足够的资金 支撑他后半辈子的生计 在荷兰的日子里 迪卡尔深入简出 更多的时候是在家思考 写作或者做一些科学实验 平时只有几个仆人相伴 跟他保持来往或通信的密友也不多 但都是学术精英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医生贝克曼 还包括大名鼎鼎的荷兰物理学家 和天文学家惠庚斯 莱顿大学数学教授舒腾等等 直到41岁 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 谈谈方法 这本书我们喜马讲书之前也讲过 此后他又出版了 第一哲学陈思路 哲学原理 灵魂的冲动等社会反响强烈的著作 辨定了他在世界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地位 迪卡尔却渴望自己的思想被世人所理解所接受 他认为的哲学不是闭门造车 创造标新利益 内容玄乎 却不能被大部分人所理解的思想 而是要从实际问题出发 解决人们思考和实践中的困境和难题 他的著作也都不算大步头 因为他善于用极为简练的语言阐述问题 同时 迪卡尔也深知 识时误者为俊杰 他看到了向伽利略、布鲁诺等人 与宗教势力对抗的可悲下场 因此 尽管他内心也痛恨经验哲学的那一套方法 他的思想也有很多与宗教教义相悖之处 但在他的著作中 始终在尽力避免这种冲突 在迪卡尔看来 如果自己能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 就必须要在现实世界中有容身之所 过普通人的生活 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 与基督教并不冲突 迪卡尔甚至还专门用三种思辨的方法 去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比如 迪卡尔用无中不能生有 结果不能大于原因的原则 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具体来讲 就是人们发现自己内心存在上帝 最完美之物 上帝拥有无限的美和善这些观念 必定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上帝必须存在 因为这种观念不能凭空产生 空无不是任何事物的原因 不完美的事物 也不能是完美事物的原因 人类是不完美的 客观世界也是不完美的 不存在绝对的美善 那么 在他们之外 就应该有一个更完美的上帝存在 具有绝对的美善 才能造就有美善残缺的人类和客观世界 尽管迪卡尔极力证明上帝的存在 不过冲突还是在所难免 这和他自身的性格有关 迪卡尔内心孤傲 有点自负 且比较小心眼 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虽然他本意是想和这个世俗世界和平相处 但是他听不得任何人的批评 也接受不了不同的观点 经常会跟人起冲突 有时言语还比较粗俗 比如 他表面上承认上帝存在 但他又公开否认 经验哲学著作中的许多观点 嘲讽被奉为经典的 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体系 他还支持最新的科学研究 像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 所以 当他的著作《第一哲学沉思路》出版后 宗教界再也看不下去了 大主教福丢斯就指责迪卡尔 亵渎上帝是异教徒 甚至指责他的性取向有问题 迪卡尔也被激怒了 他在这本书再版时增加了附录 以制福丢斯的信为题 狂书两百页 逐一反驳福丢斯的批评 最后还论证这个大主教 才是个无神主义者 是异教徒 他对待其他科学家 也常常很不友好 比如物理学家帕斯卡 论证了真空的存在 迪卡尔接受不了这个观点 所以他尖刻地说 这地球上唯一的真空 只存在于帕斯卡的脑袋里 对于曾和他有过争论的 数学家费马 他更加毫不留情地说 费马研究的数学就是史 迪卡尔对待不同观点 如此强烈的反应 也让冲突持续升级 这让他在整个乌德勒芝 都出名了 不过他也获得了 大批支持者 这些人被称为 迪卡尔主义者 与传统保守人士 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众多官员 牧师 神学家 教授和学生 都加入其中 关于迪卡尔哲学的争辩 愈演愈烈 争论的人群 挤满了礼堂 跳上桌子护殴 甚至引发暴乱 虽说荷兰的学术氛围 相对自由 但这一事 闹得也太大了 迪卡尔一度面临 吃官司坐牢的风险 在求助法国 驻荷兰大使之后 迪卡尔免受了牢狱之灾 但乌德勒芝 还是在1942年 全面禁止了 迪卡尔的哲学 可是进步的思想 是无法被彻底禁止的 迪卡尔的思想 还是很快 风靡了整个荷兰 比如荷兰最著名的 莱顿大学 也展开了 对迪卡尔思想的讨论 这一风潮 也很快席卷了 整个欧洲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649年 年轻又对新知 极其渴望的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 才会邀请迪卡尔 去斯德哥尔摩讲学 因为迪卡尔最终 是因这个女人而死的 所以关于他俩的 八卦故事也不少 比如在前一阵子 很火的电视剧 《隐秘的角落》中 秦浩饰演的 数学老师张东生 就讲了这样一个 关于迪卡尔和 克里斯蒂娜的爱情故事 说年轻的公主 克里斯蒂娜 对迪卡尔一见倾心 但无奈父母反对 迪卡尔也倾慕着公主 在她弥留之际 留给公主一封信 上面写了一个方程 R等于A乘以括号1 减去Saincita 公主一看这个方程 就热泪盈眶 因为这个方程 对应的图形 是一颗新的形状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凄美 但现实却有点残酷 实际上 当时的克里斯蒂娜 并不是瑞典的公主 而是瑞典女王 瑞典权力的最高执掌者 她对迪卡尔确实很感兴趣 但是也只限于 她头脑中的思想 而且现实中的迪卡尔 也并不是什么浪漫的人 相比于丰富的思想 她的感情生活 却十分贫瘠 她终生未娶 不过在荷兰期间 曾和一个叫 海伦娜雅斯的女人 发生过关系 并生下了女儿 弗朗辛 然而 由于迪卡尔生性孤傲 她并没有和这个女人结婚 只自己独自抚养女儿 在当时的荷兰 未婚生子是重罪 所以迪卡尔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对外指称弗朗辛是她的侄女 弗朗辛可能是迪卡尔一生最爱的女人 但可惜的是 她在五岁时患上心红热夭折了 在迪卡尔死后 克里斯蒂娜女王 也没有太多自责和不安 很快就将她草草下葬了 此后几百年 法国人又将她的遗骸 迁回了祖国 并多次遗葬 目前迪卡尔的墓 位于法国巴黎的 圣日尔曼圣辛堂 人们似乎对迪卡尔的遗骨 特别感兴趣 他的手指骨曾一度被热炒 有人认为佩戴用他植骨 做成的饰品可以更聪明 人们还千辛万苦寻找到了 他曾被丢失的颅骨 并对这颗颅骨进行了深入研究 重建了他的大脑模型 当然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 这颗聪明的脑袋里 曾孕育的思想 那么迪卡尔有哪些思想 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呢 下面我就从哲学和科学 两个方面为你讲解 首先是哲学领域 迪卡尔有一句治理名言 叫我思雇我在 可以说是他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不过这并不是他得出的最终结论 而是他哲学的起点 迪卡尔提出我思雇我在 而不是我看雇我在 或者我听雇我在 原因就在于 他认为思考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 视觉听觉这些感性认识都是不可靠的 那么怎么思考呢 迪卡尔强调使用理性 所以迪卡尔的哲学又被称为理性主义 或者唯理论 使用理性进行思考 首先就是要勇于怀疑 在迪卡尔看来 如果想得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 获得真理 就要有怀疑一切的精神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 是不能被怀疑的 那就是怀疑本身 我们用眼睛看到 用耳朵听到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可靠的 都值得去怀疑 那些书本上教的 权威们讲的 被千百万人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也值得去怀疑 比如被奉为真理的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认为重的物体 比轻的物体下落得快 实验很容易就证明它是错的 事实上 如果不考虑空气摩擦 任何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 都是相同的 如果你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为基础 来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 得出的结论 就很可能是不靠谱的 怀疑意味着 推翻一切原本的信仰 那么怎么才能获得真知呢 抛弃了那些不靠谱的感官认识 与传统教条 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 应该是经过人类理性与实践 反复考验 不正自明的基本事实 比如说 数学中的公理 像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经过两点 有且只有一条直线等等 就应该是进行数学研究的基础 有了可靠的研究起点 怎么来获得更多的正确的知识呢 在笛卡尔看来 最为可靠的方法是演绎法 在笛卡尔提出演绎法之前 1620年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在《新工具》一书中 已经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归纳法 归纳法又称为归纳推理 培根认为 通过对某一现象进行观察和实验 进行归纳 就能获得新知识 比如 每一次将点酒滴入淀粉中 淀粉都会变蓝 于是就可以归纳出 淀粉预点变蓝的结论 然而归纳法也存在它的问题 那就是归纳很多时候是不完全的 最著名的就是黑天鹅的例子 人们通过观察身边所有的天鹅 发现它们都是白色的 就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结论 然而某一天 有一只黑天鹅出现 那么之前的结论 就被完全推翻了 为了避免归纳法存在的这一问题 笛卡尔提出 要想获得真正的新知 就应该使用演绎法 演绎法又称为演绎推理 和归纳法恰恰相反 它是一种从普遍推导到特殊的方法 比如如果前提是人都会死 并且张三是人 那么一定就能得出张三会死这样的结论 当然演绎法也存在问题 那就是它的推理过程无懈可击 但前提却会让人怀疑 比如人都会死这个前提 虽然我们理性直觉认为它没有错 但是仍然值得我们去怀疑 笛卡尔当然也明白演绎法的缺陷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他在第一哲学陈思路中 搬出了上帝来 不过笛卡尔所认为的这个上帝 并不完全是基督教意义上的那个上帝 他是借用了上帝全知全能 完美的概念 只借用上帝这样的完美存在 比如是他规定了人都会死 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前提 再比如他规定了那些不正自明的公理 这样我们才能从这样的前提 获得各种各样的新知 时至今日 演绎法和归纳法互为补充 仍然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方法 绝大多数学科的研究 都是实验归纳与理论推导相结合的 当然客观世界中的问题总是复杂的 往往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有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 如何处理看似没有头绪的复杂问题呢 在《谈谈方法》一书中 笛卡尔提出了 先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单一的问题 各个击破再进行综合的方法 举例来说 人体是个复杂的系统 但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来看 比如笛卡尔在《论人》一书中就写道 人的肉体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 各个部分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心脏像个大火炉 肺像个大烟囱 肝脏就像过滤器 血管就像河流等等 这些不同的部分组合起来 就像机器零件一样 成为一个整体 人体健康出了问题 表现很复杂 但实际上却是某个零件出了问题 重要的是 即使找到出问题的那个部分 才能解决整体的问题 在笛卡尔看来 把复杂的系统分解开来研究 归根到底是通过解决部分的问题 来保全更为重要的整体 笛卡尔的这种思想 又被称为机械论的思想 这一思想影响此后的科学研究领域 三百年之久 包括人体科学在内 所有的科学学科 几乎都是遵循着 先分解再综合的原则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 系统论 协同论 混沌理论问题研究的兴起 人们才逐渐意识到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分解 这时 人们才逐渐放弃了 对机械论的绝对依赖 笛卡尔不仅把人的肉体 分为不同的部分 为了研究问题方便 他还把人的心灵和肉体 进行了分离 这就是他著名的身心二元论 前面我们讲到 笛卡尔把人的肉体 看成一个机械的系统 可是人相比于一个 按照指令运转的机器 显然要复杂得多 他认为 人不仅能像机器那样 做一些本能的 重复性的行为 还具有协调力 创造力 以及进行理性思考 不断提高自己认识水平的能力 这就证明了心灵的存在 笛卡尔认为 人大脑中的松果腺 是沟通心灵和肉体的关键器官 比如 人的手接近火堆 热的感觉通过神经 传导到松果腺 转化为痛觉 让大脑有了理性的思考 这是烫的 手要远离 从而做出反应 现在我们知道 松果腺并没有笛卡尔所说的功能 它仅仅是分泌一些激素的腺体 不过 笛卡尔对人神经系统的 工作机制的描述 是正确的 笛卡尔认为 心灵反映客观物质 因此 他本质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但通常人们因为 我思故我在的表达 认为他说的是 心灵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前提 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 这其实是对他的误解 笛卡尔表达的 并不是客观世界 因为心灵而存在 而是在说 只有你认真的去思考 才能客观认识世界是怎样的存在 认真思考 使用理性认识这个世界 也成为近代以来 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当人们摆脱了宗教的束缚 科学才能不断进步 社会才能秩序井然 人们才能不断突破自然 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这也是为什么 人们把笛卡尔称为 近代哲学之父的原因 笛卡尔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也在具体的科学领域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先来说说数学 笛卡尔非常推崇数学 原因有两个 第一 数学是纯理性的学科 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 只要前提正确 计算正确 所有的数学推导过程和得出的结论 都是绝对可靠的 第二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众多学科所研究的内容 看似纷繁复杂 但背后都蕴藏着数学原理 可以用数学的形式来表达 笛卡尔对数学的最大贡献 在于发明了直角坐标系 创立了解析几何 关于笛卡尔发明直角坐标 有很多传说 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笛卡尔参军的时候 曾在多脑河边上的乌尔姆小镇附近打仗 战斗之余 笛卡尔还在思考着各种数学问题 为了给上级报告自己部队所处的位置 排掌的做法给了笛卡尔一起发 排掌是怎么做的呢 多脑河是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河流 排掌以河边的乌尔姆小镇为起点 把向下游行进称为正 上游称为负 就能得出相应的行军里程 与此同时 把向河的北岸行进称为正 南岸称为负 得出另一个行军里程 这样就能准确得出 部队相对于沃尔姆小镇的位置 笛卡尔深受启发 假设小镇是圆点 莱茵河为X轴 与莱茵河垂直的方向为Y轴 一个直角坐标系就形成了 直角坐标系的发明 直接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 地图上的经线和尾线 就相当于坐标中的X轴和Y轴 不过直角坐标系更大的意义 在于统一了代数和几何 在笛卡尔之前代数和几何 是两个分离的学科 以直角坐标系为基础 建立的解析几何 把两个学科统一了 具体是怎么统一的呢 代数方程都能在直角坐标中表示出来 比如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这个代数方程 在坐标中就是一个半径是1的圆 任何一个几何图形 放在这个直角坐标系中 也都能用代数方程来表示 在笛卡尔去世之后 人们又在直角坐标的基础上 发明了极坐标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坐标系 解析几何的表示形式也更加丰富 之前我们所说的新型方程 r等于a乘以括号1-3in-cita就是一个极坐标方程 研究者也因此推断 笛卡尔在生前是不可能给克里斯蒂娜写出这个极坐标的新型方程的 除了哲学和数学 笛卡尔的研究领域也涉及了其他自然学科 我们重点说说物理学和医学 笛卡尔把知识体系比作一棵大树 那么哲学和数学是根 物理学就是主干 在物理学的主干上又生发出许多枝叶 就是别的学科 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牛顿的物理学为基础的 生在牛顿之前的笛卡尔也已经意识到了物理学的重要性 并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物理学体系 他曾写了《论世界》一书 但迫于宗教压力在生前并没有发表 不过书中他已经开始像牛顿那样 对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进行统一的解释 笛卡尔指出 万事万物的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漩涡 在解释潮汐、月球绕地运动 以及地球上万物重量的时候 他都假设了以地轴为中心存在一个漩涡 在宇宙当中存在很多这样的漩涡 才有了日月星辰的各种运动 笛卡尔的漩涡理论也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 漩涡可以在他的解析几何体系里表现出来 牛顿曾经熟读笛卡尔的著作 受到笛卡尔数学和物理学体系非常大的影响 在笛卡尔去世三十多年后 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 也同样是借助数学构建出了经典力学体系 除了物理学之外 笛卡尔把很大的精力用在了医学研究上 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首先 这与他的自身境遇有关 笛卡尔从小就体弱多病 如何保持健康成了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他的私生女弗朗辛夭折之后 悲痛之余 他更加注重人体的研究 笛卡尔研究医学更重要的原因 是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服务 前面我们提到 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他做了一些人体解剖实验 通过这些实验 笛卡尔不仅了解了人体各个器官的功能 还根据解剖提出了松果腺 是沟通身心的重要部分 笛卡尔时代的医学 还掺杂了很多巫术的成分 在笛卡尔看来 医学作为一门学科 应该以解剖为基础 才能真正了解各个器官的功能 把人比作机器 把人体器官比作机器零件 笛卡尔曾经乐观地认为 也许再过几十年 通过更换损坏的零件 就能让人体这台大机器 不停地运转下去 让人获得永生 显然笛卡尔过于乐观了 至今为止 并没有任何人通过这种方法 获得永生 但器官移植却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除了医学 笛卡尔也同样重视道德学的研究 笛卡尔认为 医学是为了让人的身体保持健康 那么道德学就是让人的心灵保持健康 只有身体和心灵都健康了 才是真正的健康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呢 笛卡尔的观点 有点像中国的修身养性 他曾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公主通信 讨论这个问题 信中他提到 平衡饮食 适当锻炼 用药和适量饮水 都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同时 冥想等方法 也可以让心灵保持平和 控制非理性的冲动 促进心灵的健康 控制个人非理性的冲动 也被笛卡尔认为 是促进社会健康的基础 在此之上 他非常推崇公共之善的概念 在与伊丽莎白公主的通信中 笛卡尔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公共利益 应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这和他的哲学观点 也是一致的 那就是整体比部分重要 宇宙要比地球更重要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笛卡尔看来 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 再到地球乃至整个宇宙 都有着统一的规则 到这里 笛卡尔一书的主要内容 就为你讲完了 在笛卡尔的墓制名上 这样写道 笛卡尔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 第一个为人类争取 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笛卡尔被认为 是近代哲学的十足 正是在笛卡尔 理性大旗的引导下 人才逐渐告别盲目 迷信与狂热 在近几百年的时间里 取得了科技 政治 经济等领域的长足进步 好 笛卡尔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